女人一脸怨气地望向男人,而男人却一脸懵然。 当小美疑惑小帅为何说出那些话时,她只是敷衍解释一下,表示自己只是喝醉,随即转身就要离开。 而正当她转身时,突然扭到了脖子,纳美尽撞要提出帮忙。 当纳美用力时,四目相对的二人露出了羞涩的眼神。 随后小帅借机走开,而当她出门时,却接到贝拉的电话,见纳美上前,她急忙挂断。 而纳美此次前来也是亲生与她道别,此刻的二人多想幸福的恋人。 而另一天,与小帅打电话谷歌后,贝拉直接联系了小帅爸,她对小帅不回应自己很懊恼,并表示不会再坐以待地。 如果今天小帅不出现在自己的秘境,就会把一切事情告诉纳美,不当小帅爸回应,直接挂掉了电话。 而听到此话后的小帅爸,再也坐不住,远处的阔胎一眼看出她的不对境。 上前询问,小帅爸把贝拉要去找纳美的事情,告诉了阔胎,并要求他尽快把这个风雨人处理掉。 而当小帅来到工厂时,他一把把儿子拉到一旁,说出今天贝拉来过的事情,希望他尽快处理不要牵扯到纳美。 贝拉这点再也按捺不住自己,随即联系纳美约及见面,并给小帅发起短信。 看过短信后,小帅马上联系纳美,赵才得知,他正在去见贝拉的路上,还遇阻止,但已经为时过晚。 当二人见面后,贝拉开始倾诉苦水,自己的男友可能因为某人要离开自己。 纳美对贝拉的事情深表平情,并痛视男人的行为。 而下一秒,贝拉却说出, 正当他要开口时,却望上了另一个人。 此人正是贝拉的前夫,前夫主动介绍了自己。 而就在此时,纳美的电话再一次响起,她只好借由先行引部离开。 但此刻的贝拉却如此的竹章。 你会把这件事探索了吗? 不,不,当然。 我会把这件事探索了。 好吗? 那么,我们不必须再接见我们, 我们不必须再接见我们, 我们不必须再接见我们。 谢谢观看